很多人都会在肩背处出现严重的体态问题 比如上班族、学习族 经常会有脖子前身的探颈行为而导致圆肩 以及经常出现翘二郎腿、盘腿、寒胸的姿势 而导致血放肌变大、上背部变厚、负轨包的情况 久而久之后 背部连着肩颈这一节越来越厚实 气质越来越拉胯 其实背包与背后的差距非常大 连穿衣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和限制 看看同样都是漏背的礼服 年龄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光看背部的状态 谁优谁劣自不必多说 但是对于背后远见的人来说 正确的穿搭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修饰和改善一下体态带来的问题 解决策略一 要想上半身显瘦 局部改善修饰 发型的选择上 若是长发的女士 首先打理出一个遮备的发型 是比较简约的方式 在领形的选择上 飞领的效果 在众多领形中 是修饰上半身身形的最佳选择 其纵向延伸的视觉设计 会把上半身整个的拉长 从而忽视和转移对后背的关注 背部厚实还凶大的人 切记穿高领小圆领 非常显胖 在服装图案选择上 密集的图案会让人集中视线 只会让厚实的地方更显壮 比如 碎花就要选择简约的大碎花 留白多有利于视线的分散 让人看起来显瘦匀衬 在服装材质上 材质软啪啪的服装 紧紧的贴合在身上 很容易暴露出体态 相反 扩形肩挺垂顺的服装 更容易挺拔身形 带来向上台上的精气神 比如 多穿西装 衬衫 泥料等 少穿太轻薄的 雪放 蕾丝等服装 解决策略二 就是上半身后视 下半身野装的人 整体比较宽阔显胖 尤其要注意腰身的勾勒 没有腰线的分隔 整体呈H型 几乎没有美感 解决策略三 上半身胖 下半身纤细的身形 下半身比较纤细 就要多多的凸显出优势来 多跟杨幂学 喜欢大袖眉腿 让人的视线 一直集中在纤细的腿上 不喜欢下半身失踪穿搭的人 下装可以选择比较贴身的 直筒裤 直筒裙 展示优势 解决策略四 体态修炼 想拥有一个真正的 很棒的体态 离不开体态修炼 介绍的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轻松的方式 来改善体态 比如如图的 反祈祷式动作 反祈祷式练习 可以有效地改善肩颈僵硬 疼痛问题 含胸驼背 或者是这一套动作 动作一 改善含胸驼背 动作二 改善圆肩 动作三 还是改善含胸驼背 动作四 塑造背部线条 全程不需要任何工具辅助 就四个动作 另外 平时自己也应该多多地注意一些 不良的生活习惯 警惕 翘二郎腿 狗油躺 长时间低头看手机 在走路时 把肩膀向后竖展打开 站立时 尽量端正站直 切记 内八字 外八字腿 本期结束 别忘记三连呀 请不启 红字 склад